当机械文明遇上神灵文明会有多疯狂 飞船竟然诞生出独立的生命 而它们的血液竟然是燃料 人类总是以自己渺小的认知来解释浩瀚的宇宙 此时虫洞中飞出了一艘赛国同克式的飞船 船体非常奇特 就像一只张开历史的大子 飞船降落后 老船长发现飞船似乎出了点问题 长时间枯燥的飞行早已让杰克暴躁不已 他拿上武器抢出去透透气 但人工智能赛西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并没有开门 哪想到杰克抬手就是一枪 巨大的舱门打开 飞船外面竟然是两个红发的女人 两人无视杰克的警告走了过来 船长感觉气氛不对 连忙启动了船身的武器系统 女人表示他们的飞船拥有生命 希望杰克能帮忙抢救 杰克觉得这两人早地有问题 随手一枪过去 这下可彻底激怒了女人 手持长矛就冲了过来 杰克轻易地就将其脚械 但没想到女人只是个幼而已 后面的族人已经爬上了杰克的飞船 感觉被这群蛮荒星球上的野人给嗅了智商 杰克回首就是几枪 可枪法不行 不但敌人没有射中 反而差点把船长给送走了 老船长吓得心脏病都发作了 赶忙启动救生装备 但船上的设备还在故障中 危急关头赛西双眼红光一闪 仪器竟然真的启动了 船长刚缓过气来 就发现自己的飞船 已经给一群蛮荒女人拆得七零八落 而下面的杰克也落入了敌人手中 野人们想要启动什么仪式来修复飞船 年老的女人念起了诡异的咒语 红发妹竟然将燃料灌进了自己的嘴里 随着仪式的进行 太空中的恒星竟然出现了日时 整颗星球瞬间进入了黑暗 破损的飞船 四周亮起奇特的法阵 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飞船上竟然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游走 终于在恒星完全被遮盖的那一刻 一个女人从飞船体内钻了出来 这简直比见到上帝更让人震惊 女人竟直飞上了太空 杰克反手制服了红发妹 开着飞船追了过去 不知飞行了多久 穿过一片光怪陆离的时空隧道后 飞船来到了一处奇异的空间 此地仿佛太空坟场一般 到处都是飞船的残骸 飞船停靠在一处废墟上 杰克压借着红发妹 走进了一处破损的神殿 而飞船本体变化的女人正在此地 但杰克刚进入 地面上就亮起诡异的符文 他察觉不对劲 赶忙想要逃离 可是已然太晚 不论他怎么走都会被传送回原地 杰克具强威胁红发女 带他离开 但手中的武器却失去了作用 随后女人夺过了他手中的能源枪 反手一枪将其击穿 飞船上老船长 突然发现 杰克的生命体征消失 赶忙想要出去探查 但此时 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服从他的命令 外面飞船的一部分 竟然活化飞走 当老船长终于打开舱门的时候 一脸冷漠的杰克走了进来 他似乎完全不知道 自己肚子上给开了的大洞 老船长吓得瞬间凉凉 此时显示器上指挥官 询问着这里的情况 杰克只是面无表情地报告 一切正常 飞船即将返航